九十八表裡面的話,當然我是用1乘1等於1 然後向右填滿,向下填滿 它如果可以自動產生 9乘9等於81,類似像這樣 那當然你不是用手打的 而是用什麼?用那個插入函數啦,所以 這地方第一個 假如說我今天是 假設是 1 前面的話呢是列好了 後面的話 前面是藍,哪一藍乘上哪一列 等於結果 一般的話是會先怎麼樣 先把那個 這個參照裡面 假設找到column column然後用預設的 這個裡面的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乘的話一般會用那個x來代替 所以串接,串接一個什麼?x 串接一個x 然後呢end什麼呢?end就是 後面再串接,所以再串一個 其他函數裡面,再串一個row row,這邊有個row 剛剛用過了 就是 藍 第一藍 1乘上1 等於 後面的話呢 再串一個等於 等於的話是and and然後 一個等號 等於 所以我這邊要串一個等號 然後and什麼呢? 最後兩個相乘的結果 所以呢 再把 column 我習慣是把這 把它複製一下 為什麼?因為把那個中間的 and改成 乘就好了 所以把它貼上 把中間column 乘上 row 這樣子的話 做完畢之後 打勾會怎麼樣呢? 打勾就1乘1 等於1 如果把它置中一下 這邊也許這樣 置中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後面都不用做了 為什麼? 因為你把它向著填滿 到應該是6789 OK 有沒有發現 藍 乘上列 你會發現後面都是列 前面都是藍 後面就是最後的結果了 然後呢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到第9列 放開會怎麼樣呢? 剛剛好就是一個99乘法表出現了 有沒有 OK 所以 為什麼要先講99乘法表? 因為如果你不懂的那個column跟row的關係 你 等一下那一題應該是 會做不太出來的 OK 所以99乘法表 這個應該有那個 有概念吧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先試試看 利用column 跟row 產生一個99乘法表 當然好像網路上我看到有什麼印度更厲害 他們是19乘19的表 所以他們 是不是 那 像我們以前背99乘法表 已經背得很辛苦了 19乘19怎麼背 不過他們好像聽說也都把它背起來了 數學才 還可以這麼好 不過當然 如果你今天要把19乘19做出來 也不是難事 有沒有 這樣這一拉 19乘19 可不可以出來 可以啦 如果 只是 背不起來而已啦 OK 這要怎麼背 不過有的東西 當然是理解就好了 假如說用column跟row 第一個 另外 我在其他範例 後面的範例有一個所謂的那個 萬年例 萬年例裡面 比如說你要產生一個月的 日期的話 可能這邊 也許就再增加一個所謂的萬年例 不過這個都是在我的範例 我們的後面的範例都有講到 而且在雲端白板裡面都有 只是說呢 我們可能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多時間 講到這些東西啦 所以我就把 你們可能需要知道的知識 先跟各位講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什麼 假設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 一個月的日期好了 1到30 那如果說我今天 先不要做萬年例啦 假設說我今天是 1到7 那可是1到7 我不要說用1到7來做啊 我是擦入函數裡面 用column來做 可不可以 1到7 做出來 可是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他不會變成 就是說 可能要到30級的話 那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 你可以用什麼 再加上什麼 因為呢 你 1到7之後 在第2列的話 的第1個 就是 就是 1 再加上什麼 7的倍數 有沒有 就8嘛 再向下一個是多少 再加上 7的2倍 就15嘛 再往下的話呢 就是7 加7的3倍 那就是 7的3倍 21 再加 就22嘛 可是問題 你要怎麼樣快速的完成這件事情 通常 可以 透過什麼 再插入一個 Raw 這邊的話 一個Raw 這個Raw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前面這個column指的就是他原來的編號 後面呢 指的就加上 7的幾倍 第1次要不要加7的倍數 第1次應該不用嘛 1到7不用加 第2次要不要加 要加幾倍 加7的1倍 第3列要不要加 要加7的幾倍 2倍 所以 你就直接用這個 Raw 減掉 他 預設的 第1列 減掉1 因為第1次 不加 後面 把它刮糊之後 先減掉之後 再乘上多少呢 乘上7的倍數 為什麼呢 因為每7天嘛 一個禮拜 再來就是 再加上7的1倍 加上7的2倍 打勾之後呢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什麼事都沒做啦 可是你向下 向右跟向下 放開之後會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1到7 8到14 15到21 完全是match 如果說你要做個萬連例 你必須先把這個表格先做出來 如果你這個東西做不出來 後面應該很難 但是如果你這個觀念通了之後你會發現很多東西一下就做出來 那為什麼要講這兩個範例 因為這兩個範例你如果會的話 Current跟Raw 通了 再來看 等一下的那一個 就會 比較簡單一些些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兩個範例 一個是 99乘法表 特別是 這個我想 等一下 我把它照相放在 那個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然後就是 藍 乘上列 等於最後的結果 然後向右向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萬連例 當然這個地方還不用 還不用說 那個 把 第一天的位置 跟 最後 一個那個 幾天 做出來 你只要怎麼 做1到35就可以了 那可是1到35你要怎麼做出來 好特別注意喔 先 給前面這個 Current 這個前面的Current 指的就是 他現在在哪一欄 後面呢 加上是什麼 要不要加7的倍數 加幾倍 第一列一定是不加 預設就1到7 第二列的話呢 就是加7的1倍 加7的2倍 3倍 4倍 那跟什麼關係呢 跟他現在所處的列有關係 第1是不加 所以把 第1 第1列減掉嘛 啊他就 就是0嘛對不對 1第1列減掉1 那就0 0乘上7 就是不加 可是如果你向下一列的話 2嘛 2減掉1 乘上7 就加7的1倍 1 不就剛好 完全match 我們要的需求 OK 這個一定要理解喔 這兩個如果 兩個範例如果你通的話 等一下再來看那個 單欄轉多欄 或者多欄轉單欄 你就會很輕易的很快做出來 但是如果這個觀念不通的話 你後面可能會 容易卡住啦 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OK好試一下喔 兩個範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九九成法表跟那個 萬年曆部分 等ожд十個